晚上好 根据大马局内人网站的消息 警方今天下午5点25分 连同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官员 到他们位于珍珠百沙罗的办公室逮捕三人 包括驻编莫瑞斯 马来文新闻编辑塞因斯甘达 以及专题与评论编辑梭龙 警方在与三人进行问话之前 花了将近半小时检查一名编辑的电脑 据了解的警方这次的逮捕是针对上个星期 一名马来统治者理事会的投报 展开调查后所采取的行动 在场的律师杀猎战透露 当局是援引煽动法令第四条文 以及1998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的 第233条文展开调查 更多新闻请继续留守百歌时事